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至少最強的Dual Lens 風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Yeah,大家好,我是柯P 欸,你看 這是什麼?牛頭牌Toyota 我們今天又來Toyota在幹嘛 不是來微修也不知道幹嘛 欸,我們今天又來交新車了 又有新車了 不是這台啦 這個是跑車 雙門跑車我們是買的 不是雙門跑車 雙門跑車 兩個門而已 帆布的嘛 跑車不是上面都一個帆布 帳篷的啊 上面都可以掀起來的 我們今天不是買這個 是他的兄弟 Tong S你知道嗎 我們是買五人座的 五人座的 這個是真正的雙人座的貨車 我記得那一種 因為我用麵包車是雙人的 對,雙行車是五人的 我們是五人座的 啊,我們買的等級 我記得是五十九萬的 高階的 好像有六十二萬多的 我們不是買最高的 欸,這樣很夯 改一個 我就去露營了 好,改天露營區看到柯P 不要驚訝 就是我 就是你 就是我 配備最陽春 不是車的配備 是露營的配備 剛入門什麼都不知道 好 欸,路上看過很多了 真的看過很多了吧 剛我們路上開的時候 還看到一台 我只有看過一次 路上有啦 路上我見過蠻多次的 實車 等一下去看一看 走 帶你們去看金車 耶 我們車在這邊 我們先看一下 從車頭看 好了啦 車頭 哇 買車找朋友喝 人家鎖就沒錯了 蛤 你現在幫我 你不知道 你很廣 可以蓋引擎蓋 因為貨車有些是 油而是沒有 我等一下要幫你研究一下 剛才我講的 這是鐵圈的 這是鯉圈的 欸,我們買的是手排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啊 你什麼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 每次都這樣 欸,明天你去交信聖 你知道嗎 我說我不知道 欸,自排了啦 喔,自排了 我剛剛 我會認真找一下 欸,沒有 在這邊 欸 這盒頭 我一摸到 我感覺有那種熟悉的感覺 那三秒 跟我的WISH 一模一樣 WISH 按鍵 以前的WISH 你去看WISH的那個 一模一樣 可能以前做多了嘛 哈哈 欸,那個 排檔的位置也差不多 WISH是不是 對,也是在那邊排 對 真的是很簡單 它就是單色 我都忘了 其實它的定位就是商用車 對啊 然後這是一樣 你看看 1,2,3 喂 欸,泰山在嗎 像不像 你這個梗 現在小孩不知道 喔,這個不知道 我配誰 真的很像 1,2,3 這按鈕也不太一樣 我看現在還有這 這麼新的車 現在還有這個東西 內循環 外循環 現在不是都用按鈕 插進來 對啊 然後到車回轉 插進來 好,是這樣喔 好,我剛說錯了 欸,它大燈也是AUTO 還不錯 這種版本 蠻大塊的 偷掉性 這車間小小的 這有CG嗎 有啦,這MG3 MV3 藍牙,那有MV3 這沒有CG,有看相 這兩個自備效 我就覺得不錯 我比較喜歡這一種 我個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這不會壞啊 只要會動的 很容易就壞掉了 或伸縮的啊 什麼假的啊 那些都有了 這個都不會固定的放了就好了 它是在裡面調耶 我剛剛摸的旁邊摸的 一直這樣 欸,中間 在中間調的 哇 哇 哇塞 對,前路是這樣 這種車 其實這種車 貨車也不能搖成 它比較缺點就是 因為已經在底下 有時候這邊腳 我們腳可能會覺得比較熱 冬天應該會比較爽 啊,可以調整方法 沒有 我剛剛早過好像沒有 沒有 沒有 腳壓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而已 對啊 真的啦,這機 好,衛鬚 呀 那個三腳架 應該是一個補胎計啊 什麼的 在這邊 依舊引擎室啊 它算有引擎袋嗎 引擎不是在上面 引擎室 引擎室而已啊 引擎在裡面 引擎在下面 對啊 燈是LED還是爐樹 看一下 LED耶 欸 是耶 好吃耶 好小塊 欸,這要修引擎 它有修 修引擎 沒有,不在這邊修啊 這邊只有那個散熱的系統而已 就只有 最像而已 冷排之類的 對 就是冷卻系統跟冷氣都在這邊 撞風用 對啊 然後在這邊就看得到那個 方向 方向機啊 對啊 可是這樣很好維修的吧 你被爆炸都弄了 我看一下燈亮,你看一下 應該是有LED的 對啊 嗯 嗯 你不要搞 聽 你要修引擎了 它這個就是 扣這個勾住的 有沒有 這樣勾住 打開 兩個 左右兩個 你那邊應該是 然後這樣就起來 椅子上往後翻 哇 哦 電瓶在下面 一二三四 四缸 會說我前面打開四缸 你們打開四缸 你看它是屁 V8 哈哈哈 你接到了 對對對 應該是不會啦 應該沒那麼大 啊這個你看就是 就引擎了嘛 油池就在這邊 哇 油汽 啊這電磁又一家 其實它做的應該蠻簡單的啦 那這邊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打開看啊 我也不曉得啊 哦 ABS 你要說 這是壓縮機嗎 發電機 對啊 發電機 壓縮機要像 下面 ABS 然後那個 電速箱在這裡 對啊 因為它往後的 我第一次翻開後車這樣 看後車 後車 所以我怎麼說 剛剛說 剛剛不是跟著說 坐在上面的缺點就是 因為你看 已經很熱 所以它會透過這個 就腳上面就會熱熱的 夏天可能就會覺得 很不舒服 所以雙貨的大顆都很辛苦 記得這個要 回去把它勾好 不然你 油門一吹油門 哇嚓 變軌 前面的門是 電動 窗戶 對 不是電動打開門 是電動放 我想說什麼電動 走過來就 叮咚 歡迎光臨 沒那麼強啦 花鬼了 這個沒有把手耶 沒有把手也比較不好 爬起來 耶 喔這個位置 好 這應該空間超大的 其實坐在後面也不錯耶 這個是有手動的有沒有 手搖放 它這樣而已耶 不能下去 真的嗎 真的啊 你看 卡住 有沒有 就卡住了 右座有收風口 有三段 一二三 然後這個是 調封的 啊這個是什麼 調封的啊 封的角度吧 你拉起來 哇就擠了起來了 它這個是下來 它直接打開 就有一個彈簧 它往上掀 掀起來 卡住了 活動只有這樣而已 蛤 只有這樣而已喔 它不能往後喔 不行 一樣而已耶 它只有你看喔 往前 往後 往後卡住了 喔 對 不能再動 啊後面這一個也是拉的 拉的是往前而已 啊它的安全帶就是 五人座的嘛 一個 啊這邊兩個 這樣四個 啊第五個人座 啊這樣 這裡 中間到外 我跟你講喔 一般有些是這樣擦 就沒有過安全 它也是3.4的 3.4就是 它哇這樣過來它也是3.4的 嗯 它也是3.4 一般我們是 我們這樣也是3.4嘛 有沒有 就是一條上下嘛 它也是上下兩條 啊這個比較麻煩 這個就是 比較安全 它吐起來比較起來 這個是這樣拔不起來 因為它沒有地方壓 有幾種用鑰匙啊 我看這個可以嗎 不行 太敲了 它用鑰匙要吐下去才拿起來 欸就是這樣子算大了喔 門大了啦 其實這個高度都很高欸 你看它後面空間咧 後面的空間喔 看一下 它後面就是 它沒有電話的 沒有沒有沒有 哪有可能 這樣 這個就很機械了有沒有 就直接這樣 有沒有 其實就很開了 這個開口真的很大 好大 第四個三個機械的時候 啵 就倒掉了 真的 對啊 為什麼我覺得你今天變瘦了 我本來這樣 呵呵呵 可不可以說小腹啊 欸這樣還裝不到 我跪著啦 我跪著是沒有裝到 我剛剛有說的話 後面拉的話就是 後面可以直接變大 有沒有 後面就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用鑰匙比較不好用 不然兩個都可以起來 那空間更大 一直好拆嗎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把那個 兩個扣子拔起來 應該四顆螺絲就把它轉了下來 它這個設計是蠻貼切的 你看喔 機膏你看 哇這機膏 蓋起來就膠掉了 這樣膠掉了 它上去它會收回來有沒有 它會收進去 就是不會多兩隻在那邊走動 就會去膠掉 對吧 這樣 這樣就起來了 不錯 不錯啊 你剛剛有五十九 對啊五十九萬 其實 五十九萬 有很貴的嘛 我看它其實還好 其實主要是說側高啦 因為有些現在的車位 全部進去 喔對 有些機械車位 這個應該有 一百八應該有 台商沒有來舉例 你玩玩 我一八四 一八四 你長期有長高了 我時候過得高 比你高咧 那他最少一八五 他比你高了 我時候長高 對啊 你怎麼說長高了 二十幾年圈 阿嘉優在這邊 阿嘉優在這邊 阿嘉優在啦 對啊 喔 這個 有嗎 開了 你再拉一次 一二三 這幾台 你沒有最喜歡開這一台 喔是 沒有壓力 這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對不對 一百多萬跟六十萬就好了 你絕對 買兩台的 壓力少 再東西又要載 今天以後採過 我都是專門載的沒關係 泰壓是最簡單的 對對對 就是 就蠻塞式的 就是塞進去這樣而已 你那個 氣壓不對 泰壓不對 就一個馬蹄跑出來 算馬蹄啊 對啊 其實人家明明就做一個輪胎 那是一個輪胎咧 那是輪胎 左右嘛 刮鬍嘛 就是 胎壁 叫波浪 就是 胎痕 中間 驚嘆 然後就是 危險 危險 真的啦 有沒有 可是他這個 這個沒有驚嘆 我都叫他 馬蹄 哈哈 看著馬蹄話 因為你是野馬 所以你說馬蹄 我沒辦法反躲你 對 給過 好啦 不要再胡亂 人家把你抓走了 有沒有 好我們去問一下 劍鴻經理 腳色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指標最強的DUAL Lens 空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器 大家特別跟你們稍微說明一下 那像這個我們有這個 保證的部分的話 我們分基本保證 跟我們延長保證的部分 我們是 郊村這裡看洗算 我們是每 就是 我們每14萬公里 這是贈送的 贈送的 那因為我們今天保證的話 就是這裡 4年或12萬公里的保固 如果我們是連續 交測後 是連續六個月內 回頭堂的經銷商 去做電保通常的話 我們會 額外再加徵 一年或兩萬公里的保固 這個部分 就變成五年就對了 對 會變成五年十四萬這樣 但它上面有特別的備注 就是我們不能說 我那個自備機油的部分 好 這個可能還是跟你講一下 交測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個 在這邊 我們新車的部分的話 我們一樣會有個 滿月的檢查 這部分當然再麻煩你們一下 我們交測就是一個月內 或者是買一千公里的時候 做個健檢 這樣子 然後我們之後就是 交測後的半年包含一次 對 然後我們交測的第一個半年 就是我們是 訂保的公司是免費的部分 對 當然就是機油部分 有錢的訂保的部分 還是什麼 就是公司免費的部分 公司免費的部分 那個一個月或一千公里 過去是有費用嗎 不用 如果車身有去變造 比如說變造 比如說改裝一些東西 換旅圈啊 或裝一些東西 這樣會 保固會不會影響到這樣 沒有 不會影響 換旅圈那些都沒差 如果像 現在比較夯的 那種改露營車 改露營車喔 對 像是會改到電系 類的嗎 應該是不太為 可能就是 因為電系可能不夠 我們都會外加而已 如果不改電系就可以 基本上是OK的 我們跟副場這邊 都是以這個 不要改到電系 為原則 因為我們都是 一個部位一個部位 沒有任何引擎 你沒東西引擎 當然引擎 就是合理的 我再問一下 有些客人會在意說 比如說我現在音響是這一種 我把它換成安卓機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旁邊 可能安卓機會 因為它有在電系 對對對 所以我們都盡量是 不要去 不要動到這一塊 因為電系音響的東西 太多了 對 好 那邊講一下 OK 它鑰匙長得 就這樣而已 有沒有Mark 有啦 被擋住 我想說 不好意思 真的 剛剛我開頭講的 就很簡單化 連亮亮都不給我們 它有兩個按鈕而已 它其實是傳統鑰匙插下去 一手一開 簡單 連Mark都沒有亮亮的 我們這個發動之後 我們E8版這邊 當然可以看到 這是安全帶的部分 它都會提醒 增加一個部價當然都要吸安全帶 那手發的燈呢 在這個地方 那像我們這個側門 目前是打開的 所以這個燈都亮起來 這都是金色都是增長的 這個是還蠻簡單的 大概我大概再幾個問題 再問一下就好 這個車是 我剛剛看行道是1.5的 這個是馬力是大概多少 97 97 扭力值的話在13.7 這應該沒有渦輪嗎 沒有渦輪 就單純是自然進氣 這個油耗你知道嗎 它油耗到底 這樣是好不好 評論起來 大家叫出去的客人 反應都覺得還不錯 這個不是為我自己問的 是為大家問的 對我來講 消費者的話大概都說都還不錯 那應該都可以接收的 都是可以接收的 聽說這個轎車都要很久 假設訂車到轎車 大概都會落在多久 我通常都是至少 因為現在產能的關係 至少我們大概都要抓 半年到一年這樣的 半年期間 對正常的交流 一句好半年 大概就是準備要一年的時間 差不多 因為一開始我們在接單的時候 我們也都跟客戶講說 大概抓一年的接單時間 對 也讓客人有心裡準備一下 所以我們算是運氣好了 算運氣好了 是嗎 算運氣好了 對 因為剛好 剛好我跟妳講 剛好有網友看到我們要 他直接浪單給我們 這麼好 對 可是我們還是有訂立台換它 可是它不急 對 均速大概等大概八九個月 差不多 它顏色就銀跟白 但是它本身也有四個規格 那其實生產的調配上來講 就不太一樣 所以有些人為什麼會 稍微快一點 對 白的應該會最多 白色的量其實是最多的 目前的話它是有手排跟自排的 但大家都往自排的方式上變 所以手排的量就比較少一些 手排檔也是在這邊嗎 對 也是在這裡 一模一樣的位置 對 手排是幾速 五速 四速 四速 五速比較好 比較省油 越多速就越省油 對 原則上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再次感謝健鴻 幫我們介紹這台車 使用什麼東西 還有保譜的東西 如果我們講得很仔細 幫他宣傳一下 這是永和的儀劣所的健鴻 如果大家對Toyota車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找我們北永和儀劣所 跟我們買車 我們的服務都特別好 也蠻親切的 對啊 不一定要買車 有問題也可以找他 有問題也可以跟我們多選 問他倒了就對了 你就變成師傅了 好啊 再次感謝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開車回去了 好 喜歡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鈴鐺喔 謝謝 好 拜拜 我要放鞭炮喔 要放鞭炮嗎 好啦 放啦 我們第一次放啦 對對對 我之前都幫客人放 現在有人幫我放了 那OK 搞不好 搞不好是手機拿出來 Pitra play 我們是環島鞭炮 環島鞭炮 第一次有放鞭炮 放鞭炮喔 好 拜拜 謝謝喔 拜拜 拜拜 Yeah 回來了 沒想到 我們這裡竟然沒有雨 剛剛我們開 遇到雨 我發現這台車齁 我不用講太多啦 只有幾個貨車就是這樣嘛 它真的是比較飄一點 它有一個重點在 我發現一個問題 在裡面 開車的時候啊 你刷這樣刷有沒有 它水會跑來這裡 它會跑來這裡 會反折 所以水會撥到這邊 然後再打進去 那邊也會啊 風一吹可能就是 回風這樣 水就這樣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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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下雨 不然我遇不到啊 不然整體開起來 新的啦 我也沒不敢纏太怪了 開起來都是 我們現在牛地都開 你都開四五十了 對三四十了 三四十了 比這個1.5其實我覺得 在都市也比較好開的 路營我就不曉得啦 因為我還沒路過 有時候現在一台哪十萬 壓力士要要多少啊 壓力士不做啊 壓力士close要七十幾萬八十萬 要空間要載貨 要出門要去都可以 還有一個重點 沒有倒車雷達 喔對 沒有倒車雷達 我說看起來很近的 我說幫我看一下 說有是不是都有生意呢 它只有入檔那個 提醒 提醒你在倒車而已 看那個不是雷達 是不是雷達 你撞到要撞到 OK 走 拜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治療最強的Dual Lens 風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